IGMind我這樣做 要人喝酒通常 我喝喝紅酒 我試過有尿酸酵的 腳痛 後來停止喝啤酒又來喝紅酒 一直都沒有什麼 所以我和朋友出來都是忍痛 Shall We Talk 請來 Joey Tang 鄧建明 聊天 香港樂壇有很多貢獻良多的音樂人 例如早前突然離世的 Gary Tong 唐逸聰 他的編曲作品多達幾百首 另一位同樣來自太極樂隊的鄧建明 他是出色的結他手和歌手 每星期ViuTV的Chill Club 他是音樂總監 這次訪問 他特意帶了三十多年前 Gary Tong 借錢給他買的結他 一起懷念一下這位隊友 我不是一開始是一個很專業的錄音室結他手 但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機會 就是因為Gary Tong 當時已經編很多歌 但我應該是未夠班 只不過是一個太極樂隊入面的 一個玩音樂的實習生 配樂隊友有很多 但真正錄音室的經驗是零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是Gary Tong 因為Gary Tong 和我十九歲已經認識 我們配合了第一隊樂隊 那隊樂隊叫Laser Band 就是黃家驅 黃家強 Ricky G 和Gary Tong 是否風格很Metal 地下 還是怎樣 是甚麼都玩的 可以遠自玩Police 英國的Sting Band 近自玩聯外交叉 我們是很extreme 但我們應該是第一隊衝出香港 演出的一隊樂隊 是嗎 像深圳還是大陸 沒錯 我們去了蛇口的船 但一群年輕人很開心 十九歲或二十歲 有個琴行的老闆 帶我們去演出 我記得是晚上的Disco 但觀眾好像… 全部都好像… 有少少喪屍片 但他們很享受聽音樂 我們第一次很開心 年輕人便可以去 然後回來了 我記得他接了一個 飛途的卡拉OK項目 一支碟要錄成二十幾十支歌 其實他有很多專業的吉他手 譬如那時已經有小飛俠 華哥他們 他又偏偏找我 你幫我彈吧 這樣我彈 我彈我的吉他很差 因為那時木吉他 沒有錢買的 起碼五千元以上一支 但現在是變成二萬元的東西 他說不要緊 我剛才這個項目 你去樓下附近有一間琴行 我去選 錄完再慢慢計算 我選了剛才那支吉他 幸好有那支吉他 木吉他很相關質素 聲音的平衡和音質 價錢和品質素才能做到 幸好他借錢給我買這支吉他 就開始了我錄音室的練習生日 一直保持這支吉他 保持這支吉他 保持這支吉他 包括很早的 我第一支錄的紅日 然後有很多流明的歌 因為是Gary Peen 我舉出來是藍色街燈 《金天子》做一件事 近一點的就是Eason 《金天子》做一件事 《泰吉》有很多歌 我錄音的人就會 帶回你那支D18披典來 Gary做編歌 我再錄音 下午兩點多錄 通常兩點錄 應該三個小時錄完 五點多他女朋友就來了 我就坐在後面 等 我七點多都未彈完 但Gary完全沒有任何的 沒有的 一直都是被彈 很多次他都是 我想都錯過了一場戲 不停希望 看到我彈了一些特別的東西出來 或者完成了那個Session 《泰極8月》 將會開紅館演唱會 到時會向唐易聰致敬 鄧建明當然會出心出力 原來這位結他手的故事 是由油馬地廟街一帶開始 你和音樂的故事是怎麼開始發生 我媽媽 多謝你 我爸爸會比較古董些 喇叭褲第一個扔 其實我第一條喇叭褲很漂亮 我媽媽買給我20元 我們住在新人地街 很漂亮 但穿了一天突然沒有了 原來我扔了 像飛仔一樣 因為小時候聽很多Sam Hoyer 小時候聽溫娜 聽很多樂隊的東西 都是他們從他們那裡吸收回來 當年小時候說 彈結他很棒 很恨有彈結他 很能有結他 一來貴 二來爸爸不給 幸好我媽媽 我還要倒班 但他竟然在暑假 我說我想參加文哥組 但要買結他 他給我買結他 但給我收起來 爸爸上班拿出來練 令我更珍惜 玩結他時光 不過最幸運是 他見到一份工作 去中環上班 一到門口見到一位 有隔文哥的朋友 到現在我們都上年六 他就說 你呀 他就在銀行裏做外匯的經紀 這是我的朋友 然後進去見工 幸運回了那份工作 媽媽覺得很穩定 我在外面做一個 因為他是大群組 他參加歌唱比賽 他就贏了 就開始不用回九點了 因為有時就要幫他 出去其他行的演出 開始接觸很多 關於音樂的東西 就像這份工作 又可以唱歌 又有功翻 又可以遲多 那不錯吧 後來裡面的經理 炒外匯的朋友 但是很粉絲 不如你上去試試坐 如果不開心可以回來 我很感動 參加家事伯 要作首歌《暴風雄順》 那時你的志向是怎樣 我沒有說我跟隊 我是最後一個入隊 我要多謝經理人 周廷 本來是他玩的 他見我好像很慘 如果碰到簽唱片公司 那我就沒得玩 沒理由八個人 八個人很厲害 然後他就說 我做經理人 你彈吧 但我應該是最沒有經驗的一個 最沒有樣子的一個 最沒有樣子 又瘦 但幸好他們都沒有 沒有嫌棄我 讓我繼續 開始 那時很幸福 因為那時配樂隊 如果有唱片公司簽 你可以一邊做一邊學 《太極七子》 在樂壇走紅初期 鄧建明形容自己是最沒有經驗 最不起眼的一個 當時的焦點是最英俊的主音 雷有輝雷有耀 而鄧建明要到了九十年代 才開始有大象之風 什麼時候激發到你 我要做得好些 彈得好些 開始買了一支 在美國訂回來的 叫Kramer 我朋友幫我訂 買回來後 不可以對他不住 那陣子在台上捉電 電完後 他們說 你那次之後快了 電完後 其實不巧是那陣子 可能幫Gary錄得多 那支吉他很漂亮 開始很彈 一直練習多一點 觸電事件在電台上 在電台上的OB秀 一插進去就黏著 我記得很多美光 在眼睛 然後就… 不要了 我試試跌倒 向後跌倒了 但也躺在這裡 不知道是警方過渡 還是什麼 躺在這裡 但聽到一把聲音 就是 你們走開吧 你們不要妨礙他 很緊張的一把聲音 那把聲音是Patrick 那次之後 我們就很友善 原來這個人那麼緊張 我先睡久一點 我記得最浪漫 是Pat連少喝酒不夠厲害 他和我同房 我便去幫他換衣服 換褲 最記得《太極》有一段時間 你突然彈出來 有些人突然很快 有人突然發覺 早點聽很呼聲 那時候你是… 對 那時候你是刻意去唱多一點 Paco 對Paco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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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Joy 這首歌適合你 你唱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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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jofi的《一切為好》 他說你改編 就是《一切為好》先 那次周慧生是同公司的 很友善 周慧生也是其中一個 和Garry開玩的白龍 不知為何 我彈得很慢 都照錄 你回去練一下 是這樣的 但我們有喝東西去玩的 是一個很友善 但他是大哥 一定請我們喝 然後他去參加比賽 就是Cash 你兩兄弟幫我唱 我跟Patt Patt是幫他唱和音 他幫人做很多唱片 我幫他彈吉他 他覺得我唱和音不好聽 這首歌 他作了首歌 我們倆幫他唱了 就贏了 但那次有雙冠軍 是鄭姨健 加蔡濟文 再加三個 黑眼洞 對 都可以的 我們猜不到可以有雙本 然後也是關周慧生事 因為我們晚上去喝東西 去卡拉OK 即是大廳寫字仔 然後他家很熟 喝醉都熟了 突然要交歌 我作了一首歌 阿公 我想不到一個chorus 我們一起進房間 有房間的 五分鐘都不用 沒有緣沒有分 他幫我出了一個chorus 但是每一句說話 就是卡拉OK完成的一件事 然後他還幫我們編了那個 管弦樂的部分 這樣呢 很多這些事發生 都跟百樂事 我的人生就是 可能很多這些是我的貴人 太極推出鄧健明主唱的Crystal之後 加上他和何遠迎合唱一首卡拉OKHit歌 《愛上你時我一生的錯》 他的獨特聲線才開始有人欣賞 之後他還開始做演唱會的音樂總監 做演唱會總監的人 有誰提攜你呢 不是 是Terry Chan 陳永道和他一起做 麗山 只是我彈結他 他因為很多東西忙 又做王菲 有很多東西 周先生你幫我戴麗山 大隊 即是帶走浮 夠膽嗎 夠膽 因為彈了很多場 其實懂 試試戴 觀察他做到很多次 其實他都很殘 有多難得他做過我太極的嘉賓 我請 我請 加上我們監製都是他以前的監製合作 有七周年那次 的end call 他七、九點多 大概七點多 來了 但他沒有任何 沒有 沒事 多害怕 同事都 你們是這樣的 通知錯了 但他又沒事 出場又玩得很開心 還四圍走 跟觀眾 就像他的演唱會一樣 搞得氣氛很熱 鄧健明在台上的形象很Rock 私底下就是一個好老公好老爸 原來他和太太早在讀中午的時候已經認識 他是靠唱嵐歌追女生 安仔有一首一加一減你 是你社被太太 是 社被她的 故事是怎樣 剛好搬去買了屋 搬去馬鞍山 他在煮飯 作歌 五分鐘就撐出來 接著就交給安仔 他也是半個小時創業 跟太太是怎樣吃 在我和姐姐 本同學搜尋 我和姐姐一起溫書 他簽了同學的照片 我讀書已經認識 不是 後來去回考 那時認識 我掀了 這個挺好的 那怎樣認識 去溫書的時候 按摩按摩按摩 有什麼方法追 有什麼方法追 我記得好像是 他生日 就叫他來民歌晚會 學校中學 最後一屆 在台上唱歌送給某人 那些 S of pie 本來我和太太不喜歡 以前去旅行坐飛機 前面座位有些鬼仔 他們會琴我 以為很可愛 我以為別吵我們睡覺 誰知道這傢伙出了一輩子 他實在很可愛 總之很好玩 童年每天駕駛車去海洋公園 一天買了金卡 這樣也很開心 但你音樂有感染他 他喜歡去海洋公園 有的 因為他在車上聽很多歌 知道他有少許音樂天分 後來給他看很多影片 即是MV 他無緣無故喜歡一套鼓 鼓有Logo 即是有個臉 Queen the band 有個臉的Logo 他無緣無故說什麼 Face drum 又說Face drum 他一直被鼓切成了 好 先去學非洲鼓 因為真鼓太難控制 太小了 比六歲 他還要學非洲鼓 一路一路一路 幸好全校這件事 他在學校 一去到就開始入到一些 樂園 表露了一些音樂天分 讀書又不是厲害 但一路幫學校給賽 一路慢慢上 過渡了中學階段 小學中學階段 都過得很開心 去了澳洲還是回來 去了澳洲還未 還有一年 Chill Club 集集見你 玩得很開心 很感謝他們 ViuTV 一開始就給自由度 基本上開會的第一天 已經是 我也有夢想 是音樂的show 起碼燈應該是怎樣 顏色是怎樣 我很記得 我想顏色是很藍的 因為我記得外國那些 電視節目很藍藍的 你覺得很藍藍的 我說了一件事 到現在你都覺得是這件事 燈或 mood 好像你在看外國的音樂節目 有一股的 mood 那天開始他們已經很… 怎樣說呢 大家有雙有良 請樂隊都沒有按到價錢 大家至少都能生活到 所以我代表樂隊很感謝他們 還有幕後的那群小朋友 都應急一功 那群寫家 導演很小 二十頭 尤其是頒獎禮表演完後 我真的很感動 他們是由 量度出來 每晚我們都通電話 怎樣怎樣怎樣 說說說 我是一場戲 說一次 但這樣就變成一件事入腦去做 結果差不多做之前 會背出來 成為這樣做一個表演 我們有份可以去量度那些 那些 run down 一起開會 例如有些部分 怎樣去製造一個唱作人的部分 總之全部都是一齊 大家好像很感動 出來的效果 一些人 各位網民都覺得很好 大家都很開心 和鄧健明談了那麼久 最後想問他 如果有機會約一個人喝東西聊天 他會約誰呢 如果有機會有人喝東西 在這個時刻 我真的很想約Garry Tong喝東西 因為我記得之前 他 我經常控制著他 不讓他叫東西吃 好像 都想控制著他 不讓他喝那麼多 因為 因為 怕他身體不好 但其實 其實 如果現在這樣 我覺得 我請你多吃點東西 還有 我每晚都會和你喝 我再說 一會兒 是 有 有 我 多吃 有 那